我懷疑今天這個機器有點重複 但是點名率真的很高 就是微星的G166 我估計它就是GP66加上一個光效 京東的價格是10749 我們是渠道裡進的 我馬上開箱 開箱前的歡迎大家關注我們的公眾號是中正電腦 我們會經常開車一些DIY台式機方案 從1000多塊錢到1萬多塊錢不等 大家有自己的方案 也可以聯繫我們的網店客服 沒猜錯的話 機器應該是有兩張包裝盒的 這是原封的封口 底部也是 包裝的色調有點像ThinkPad 機器在裏面應該是一個帆布袋在裝的 無紡布袋 這個貼的模像不像機械革命 撕掉模 這個蜈蚣做的很漂亮 凸起的 很難得有一個機器做這種浮雕式的logo 兩邊的轉軸處有凸起 我挺喜歡這種造型的 D顆的進封口 這裡有一個原廠封貼 這個不用鳥它 機器右側兩個USB-A口 SD卡槽出封口 機器後面兩個出封口 這應該是電源HDMI網卡 這C口 有可能是雷電口 DP機器左側耳機耳麥口 C口 這有兩個C口 就A口 觸封口 鎖孔 這個中兩應該是可以單手開合的 可以 中間是一個手帕也做了logo 機器這些細節都透著平質感 平開合的角度不算大 這些C面摸著質感很好 階層剛性也很好 屏烏黑的一片 算三面窄邊框 底部兩指半 沒有數字小鍵盤 電源鍵在這裡 這是方向鍵 回側鍵 鍵盤的手感不如昨天的外星人 但很正常的一個鍵盤 中方板下半部分可以按壓 頂部不可以 核蓋的聲音不一樣 聽到沒有 它是噗 噗 電源適配器不大也不重 240瓦 740克 機器2440克不算重 你像這個機器 就屬於讓人喜歡的那種外觀 昨天外星人 愛有些機器設計出來 你會覺得這個人是恨這個公司的 比如像昨天的外星人 機器不擦電沒法開機 這個機器 你起碼在外觀上 你會覺得設計的人是愛這個公司的 愛這個公司的 你也可以說 他是愛這個行業 愛這個產品的 這隻小娜的鼻音太重了 看一下它的光效流光溢彩 它應該是類似於一塊玻璃水晶 或者鋸紙 這是機器的壁紙 這應該是黑洞的吸機盤 這是一個ET的固態 我還沒注意到 我把分區分一個600出來 這個屏的是2560×1440 16b9的比例 165刷新率 我還不知道有沒有獨顯之連 現在是連在核顯上的 先更新它七七八八的軟件 微星這種單件的RGB是比較漂亮的 很好 找到的獨顯之連 核顯沒了 只有一個ITX3060了 顯卡不用介紹什麼了 三星的顆粒 系統信息 這是BIOS版本沒有提示有更新的 應該是最新的了 新的模式 我放在這個極致上 自定義 可以自己設置 設置風扇轉速 這是全速以後風扇噪音 還是放在這個極致上 這是CPU-Z的跑分 內存是三星 是雙面的8顆粒 這個內存好於昨天的外星人 PL12是200瓦 平時奇美 觀感一般 霧懵懵的 硬盤比較少見 是美光的3400 第一次見 這ET的是P314.0 無線網卡注意 它支持WiFi6E是X1675X 相對來說比較堆料 但不知道美光這個料堆的怎麼樣 內存速度明顯好 於昨天的外星人 是50.3G每秒 93.5Nm的延遲 老板魯大師 總分64萬3000分 CPU194000分 顯卡34萬6000分 硬盤也有9萬分 單件RGB 比那些分區RGB好看太多太多了 硬盤的跑分7022分 沒有跑滿4.0 這個速度 基本上就是一個3.0的盤 我是好奇這個硬盤 所以先跑一下硬盤的 平均圖2.7G 寫入1.9G 其實不差的 71度最高溫度 R15 2184分 屬於CPU的中上水平 223的多核是12530分 不吵 一點都不吵 昨天的外星人是非常吵 這個機器 比外星人機器高了4.4% 多核的跑分 戴耳機15 比這個機器高了5.5% 也就是說 它的CPU是中等偏上不極致 但是我覺得這樣很好 使用感受很好 單核1499分也很好 單核好 如果說顯卡性能發揮好的話 再加上4BG內存 再加上獨顯直連 這個機器很可能 遊戲的表現會很好 讓它自己跑空間軟件 我趕緊下班 回家帶兒子睡覺 紅色是好 綠色是不好 這個機器明顯表現非常好 連續跑30了25 又有點像台系的產品了 最大值是2165 最小值是2041 差值達到了123 這個差值是很大的 155秒完成 還可以 戴耳機15快2.6% GP66 就它的沒有光效那個版本 是慢了2.5% PR減視頻35.6059秒 這個速度也很好很好 外星人慢了9.3% 天選2慢了11.5% 3DMark CPU11017分 顯卡8702分 顯卡這個跑分 屬於在筆記本的3060里面 低檔的水平 台式級的66XT高8.7% 筆記本的GP66 也是微星自家的3070高22% 同樣的3060 紅接的琴低18.3% 差很多很多 剛才的跑分是默認值 沒有超頻顯卡 CX個573幀 四顆星條英靈電 最高的畫質 是63幀 我以為會高於戴耳機15的 因為這個機器的內存 要強於戴耳機15 那看一下周葬圖 天選2低12.5% 前天的外星人低8.6% 還是微星自家的3070高了22% 台式級的6600XT高44% 古墓令的五種模式全跑一遍 76幀這個幀數算很好的 開光追44幀也比其他機型要高 69幀 觀光追111幀 沒記錯的話 這是3060的目前的機器 最高的幀數了 最低畫質159幀 高了特別多 表格 你們自己看五個模式 全都是最好的 柱狀圖 你們可以暫停一下 兩個天選2的3060和3070 分別低30%和低18% 完全是遊戲版的吃 我不知道怎麼做出來的 架高機器開始單卡CPU 開始的一瞬間 89 93瓦 93瓦3.82G 很快降到78瓦 77瓦 3.64G 3.63G 94度 剛才的30拿25 看應該這個機器不會太持久 單烤了13分鐘 穩定在74瓦 3.59G 96度 開始雙烤 顯卡在1.8G左右 67度 115瓦 人的位置 54.9分貝 不算潮 機身上也只有58.7分貝 插槍板上230瓦 雙烤CPU 60瓦 3.27G 90度 顯卡114瓦 左右 1.77G 1.78G 不一定了 69.2度 環境溫度 23.5度 單烤顯卡在1.85G左右 71度 左右 130瓦 我又試了一下它這個全速的模式 顯卡的溫度降了5度 不行 這個模式雙烤的時候CPU比較低 現在只有2.92G 48瓦了 看一下遊戲 IPX英雄我設的是最高的畫質2560×1440 垂直同步 每一次都是關的 進遊戲以後130幀左右 120幾幀 CPU69度 19%的佔用 4.2G的頻率 顯卡63度 99%的佔用 1.747G 6G的顯存佔了82% 應該是在5G左右 130幀左右 這個幀數又是2.5K 那已經是很好了 爬到塔上有165幀左右 跳的過程中會會有150幀 140幀左右 130幀左右 操作感受很好 沒有一點點卡頓感 再說一次 這個分辨率是2560×1440 絕地求生全頻顯示2560×1440 全是超高的畫質 第一次碰到晚上 現在幀數在100 100幀左右 對著天空200多幀 為什麼是晚上 跳傘的過程中120幾幀 落地以後90幾幀 這個是2560×1440 最高的畫質 真討厭 我只是想看一下幀數而已 重新來重新來 CPU73度 28%的佔用 4.18G 顯卡69度 98%的佔用 1.66G 落地以後100幀出頭一點 我還是改成三極致 分辨率還是2560×1440 現在幀數會有178幀 173幀 這個幀數已經好 於前天的外星人了 要知道 這是2560×1440 外星人是1920×1080 區別很大 在房間裡190幀左右了 風扇的聲音是那種 細細的沙沙繩 還好 上山以後會有200幀左右 其實這個機器 這個表現一點都不意外 屏幕亮度 339 308 327 320 328 310 294 314 331 攝像頭和麥光的效果 好像有點過爆 機器內部一共4個出風扣 然後兩個風扇6條熱管 南橋裸奔9520的電池 兩邊揚聲器 這是兩個硬盤位 這個下面的是WiFi6E的無線網卡 那層是雙面的8克類的那層 三星 好像其他也沒什麼了 就這個樣子 未來如果加裝硬盤的話 插在旁邊就行 揚聲器的效果 這塊屏看一下B單的索頁是這樣子 機器沒有缺點 A面這個顏值我是很喜歡的 包括鍵盤的光效也不錯 但前面這一6我是無感的 而且前面這一6支架都能伸進去 兩邊是不對齊的 作為遊戲本沒有可以指責的地方 該滿足的條件都已經滿足了 那獨顯之連 單核性能強 4BG內存 高的內存帶寬 包括顯卡性能釋放也很好 噪音也沒有像一些傻子一樣的 遊戲本那樣讓人憤怒 但是也有一點口哨音 很難得碰到一個各方面 都很平衡的好機器 唯一的大缺點 可能就是它價格 1萬多我覺得還是貴了 它自己定義的 說是2萬塊錢下放的模具 買不買單的佔你自己 機器本身是沒問題的 好機器我也不反覆誇了 你們也看得懂 另外我對A面這個logo 還是很喜歡的 其實我還是有點費解 為什麼下面G6做的這麼字牙裂嘴 整個機械的品質感 檔次感被縫打消了很多 看了一下邊緣金屬 邊緣萬拖的金屬 是有一定弧度的 但這塊板沒有 那在設計之初就有可能導致 這個隱患 好了不說了 最後開箱機的折價就9599 不介意被我使用過 包括它有一個這麼寬的縫 可以在淘寶的首頁搜中正評測 可以找到我們進店以後自己搜一下 上架的時間 不是你看到視頻的時間 不是同步的 你看到視頻現在去網店搜 搜不到的 具體時間看一下我們的公眾號是中正電腦 這4個中文字不是中正評測不是中正測評 有什麼想讓我開箱的機器可以在公眾號 追新一篇文章後面留言給我 比如像這個機器最近可能就沒什麼新機器了 我可能再炒冷飯了 也歡迎大家關注我們開車的各種DIY主機 馬上IX6600要上來 還有各種奇怪的N卡